我其他课程也有用到像我们前一个阶段也有放了那个像什么 之前你们可以练习看看 之前我们去年上学期有用一个成语 那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你今天做个成语查询系统 那这个资料的话有没有办法放上去 然后马上可以做个查询 比如关键是像上学期有同学在手机APP里面也做了一个成语查询系统 那类似东西 反正资料都一样 只是说它的那个那个什么 可能你放的资料位置不同 或者我在那个VBA里面 这边有问题05 这边有一个大概是一个公司里面的业务人员的那个业绩的一个data 那里面的话大概有2000多笔的data吧 里面的话就记录就是说 这个哪一个业务人员他的那个相关的业绩 还有就是说他的出货的对象啊等等相关的讯息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查询的 是比如说针对业务啦 或者针对某一个栏位去查询的话 那这些资料 你也没有办法把它快速的转换到那个什么 myseql 比如说人家给你一个e-sale档 你要怎么样很快的可以把它放上去 那把它放上去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一个e-sale对应到的那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资料表 所以你要把它放上去之前的话 你就要记得就是这个地方你要先建一个资料库 假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有个library 那你可以额外再建一个资料库 或者是说直接在这个地方 里面再新增一个资料表 让他资料可以放 那放的方式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你可以用seql啦 不过我建议就是说 像你我们之前是教各位就是重新建立一个资料表 然后设计它的栏位名称 或者是说你可以怎么样 seql语法 那假如说你对那个seql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我觉得反而最后呢 用seql来做会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打开这个seql 其实呢 以后你只要拿这个来改就可以了 为什么因为里面 你需要改什么 它的什么 它的那个 就是table名称 不能一样就好了 你可以取一个名称 第二的话就是说 你的哪些栏位名称 然后它的长度 它是不是允许诺 不允许诺 OK你可以这边去稍微修改 这总共会有六个栏位 那你可以用这个结构稍微改动一下 就会产生一个新的一个资料表 那你在利用什么seql 把seql东西传到里面去 其实也OK啦 那另外的话 或者是说 你也许在利用insert in2 不过insert in2 你要自己产生这些语法 恐怕太麻烦了 OK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有一些延伸性的练习 那再来的话 等一下我想 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个延伸性就是说 可以再做其他的查询系统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一下 就是我今天如果说要针对的是 这个book的资料表 去做查询 那这个题目里面就是要求 我们是要查书名 所以是针对这个booknet 那里面是放的是文字 还有那个作者 他的author 跟他的pubisher 就是他的出版社 拿去做查询 那我要怎么查询 首先第一个 一样请各位先开启 那个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 那个范例档 那个范例档里面的话 记得找到那个 PHP202这个题目 那里面的话我们一样 先从第一个页面开始看一下 里面的话各位可以打开来之后的话 大概第一个你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你要把这个的里面基本 它的这个表单 已经帮各位做好了 还有这个东西里面的名称 这个已经帮你设定好 所以基本上 这个东西将来传过去的话 它叫keyword 那这个出版社的话 它里面的名称 那你稍微看一下 它叫slate 可是呢会有三个的其中一个 传递过去 那还有就是说这个表单 所以你选取这个表单 这个表单呢 是用get的方法 那传递给谁呢 当然就传递给 所以这边上面有个动作 这个可能你要自己再做一下 这个动作的话呢 是传给同样页面的那个什么 所以同样页面 这个地方 同样页面的这个 所以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我要丢给 php pha02-2的这个 php 那它用什么方式 用get的方式 丢过来 然后其他的话我想应该 第一个页面应该差不多这样子啊 我看一下其他什么东西要改 这个页面 里面大概就是名称 确定一下 然后 foam的部分 记得把它改一下 这样应该就完成了 第一个页面 把它save一下 再来第二个页面要做什么 所以按下查询的时候 那我们要能够把 这个它传给我们的东西 接收到 那怎么接收 并且丢给MySQL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跟MySQL做连线 那基本上 你会发现 打开来之后 这个程式呢 基本上有一些 已经帮我们填上去了 但是有些地方呢 它是有点像填空题 第一个 如何截取表单资料 第二个 判断查询项目名称 因为有可能是书名 有可能是作者 有可能是出版社 所以这边的话呢 需要用php 撰写一个什么 多条件查询 比如说到底是哪一个 三选一 再来的话呢 连结资料库 所以这边先确定 使用者到底要查什么 再来的话呢 进行关键字查询 那查询部分的话 这边的话 有个用那个 MySQL底线 query的这个语法 去帮你去做那个 查询的动作 并且还需要 每无比 新增一个分页 并且最后把结果输出来 那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等一下 按部就班来看 那请各位先开启那个 第一个页面 稍微把那个 fone的表单 传递给第二个页面 那等一下后面的程式 我们按部就班再来看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最后如果说要长得像这样的话 第一个就是你要需要知道几个 首先的话呢 我们需要知道就是说 传过去的东西 那有个slide 就是那个下拉清单 里面呢 到底你是选了哪一个 是book name 是书名 还是oster 还是你的那个publisher 就是 透过那个下拉清单 嘛 传递参数 OK 那keyword 第二个 keyword指是什么 就是那个 有没有 文字栏位那个 文字方块 然后他是 关键字 我是下一个php 那首先第一件事 你必须先什么 先用那个 用get的方式 把这两个传递过来的字串 先抓到 所以这个我想前面我们做蛮多 如何抓到那个表单里面 给你的一些参数 OK 传递参数 第二个做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要在到 先接收到之后 然后呢 按部就班分别吧 第二件事 再来就是说呢 判断查询的名称 那因为有可能是书名 作者跟出版社 所以我们第一个 如何抓到那个 用get的方式 去抓到它传给你的 那两个参数 我想这前面做很多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 直接用那个 程式来看 先抓到什么 slate 丢给什么 丢给那个slate 这个变数圈存放 所以 我选的是书名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里面放的应该是叫 book name 那再来的话 keyword get到 存放在这边 我放php 所以有两个东西 当然以后如果你要查询的 更复杂 当然就多个栏位 第二的话呢 要判断什么 判断那个 查询项目的名称 那因为有可能是book name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用switch 小瓜糊 放一个slate 以后特别注意 以后反正是多重查询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不过有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什么 if 用else if也可以 else if第一种 else if第三种 再来就else 也可以 不过这地方的话 我们用switch 加一个case 那如果是case 假如是什么 假如是book name的话 因为我们前面的那个设计的方式 你可以发现这边的话 丢过来 这边 这个slate 里面的后面有一个 那个清单词 你可以看到 主要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是前面看到的 里面丢过来的 会有这三个 当然这个地方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做一些变更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判断说哪一个 如果是book name 那就是书名 作者 出版社 OK 这是第二个动作 应该没问题吧 先抓到两个参数 判断其中一个 再来第三个要做什么 连接资料库 进行关键字查询 那特别注意 其实以往 要连接资料库的话 非常麻烦 可是你会发现 在PHP里面 为什么他要挑MySQL 而且你会发现 大部分PHP好像都跟 MySQL画上等号了 好像PHP 你没有听过PHP SS 应该比较少吧 甚至没有 PHP Oracle 好像也没有 大部分都是PHP MySQL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PHP里面 他已经帮你写好了 非常多的MySQL函数 这些函数 本来很麻烦的 他一个函数就全部搞定了 以前要连接资料库 其实如果说你要连SS 我跟你讲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一行 而且光Driver的问题 你就头晕了 第一个你要怎么把Driver挂上去 第二个怎么去连 因为他两家不同公司 所以不同公司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相容性 就像同学 像我觉得不错 同学问说 老师要不要开Python的课 还是开Java 开反正 像我觉得 有时候你在学一个程式语言 或者学一个工具的时候 你要想到 为什么你要学这个东西 它的优势在哪里 它的劣势在哪里 有的时候其实工具都差不多了 你说用Java来写 或者用VBA 或者是用Python来写 最大的问题 最大就是说 你能够得到什么好处 OK 是不是大厂全部都support 如果是的话 那你的资源就非常多 像Python因为现在热门 对不对 Google也大力支持 所以Google很多云端的东西 都直接可以对应Python 所以直接弄起来很快就OK了 道理跟这个差不多 就是你买Seql 如果你搭其他的 搭那个像ASP.NET 就不太搭 为什么 因为不同公司 如果ASP.NET 你搭那个Seql Server的话 就很搭 为什么 因为他同一家公司的嘛 所以他会把什么 相关的东西弄得很简单 就像这个一样 比如说我要连线资料库 你会发现 就一个什么 MySeql底线Connect 一个函数 通通搞定 里面呢 那可是你想说 其实你如果不懂这个没关系 Ctrl C 再到哪里呢 应该记得这个东西吧 这个这个 我有放在云端 我有放在那个云端上 这叫什么 PHP手册 你就索引一下 把那个 它的函数名称打上去 这边呢 都会有一些相关说明 那其实这个函数很简单 它针对PHP4跟5 主要什么 连接到MySeql 里面要做什么事 它这边都有相关的参数 那或者是说呢 你如果不懂 你可以这边有相关的范例 你也可以讲 Ctrl C Ctrl V 来修改一下 就可以walk了 那里面的话 重点在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你的server名称叫什么 第二个 你的 你的那个账号叫什么 第三个 你的密码叫什么 这样就连线了 哇 以前的话 连线资料库 多么麻烦的一件事情 它可以 借由 一个动作 最后会传递回来 给你告诉你说 有没有link 如果有 它就告诉你有 传递 已经连线了 好 那连了资料库之后 这有点像是我们连的什么 打开 有点像 打开MySeql 对不对 打开这个MySeql 然后它第一个跳出来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输入账号密码 就有点像是 我们输入账号密码 进来 进来了 对 第二个要做什么 开启哪个DB 所以它又一行 一个函数就搞定了 很好记嘛 当然你也不用记啦 因为这些把它当范本 以后要的话 后来用就好了 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去挑一个资料库吧 对不对 那资料库有没有 叫做Select的底线DB 也很好记 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去使用 请你把这个函数 Ctrl-C 到手册上面贴上 其实这边都有答案 只是说你如果 闲来没事 有没有 就可以 这边不是有一个SelectDB的 里面就有这么多了 只是说 我是觉得它 缺点就是简体版 其他都 不过你也不用 从头到尾看 你就是看关键 需要东西不了解的 稍微看一下 那每一个每一个 你会发现 其实很快的 我们第一个 就可以连线的 对不对 Connect的 再来选一个DB 再来连线之后的话 我们要下一个Sequel语法 那这个Sequel语法 什么呢 Select所有from book OK 好 这个语法 我想各位不知道 熟不熟悉 这个语法 基本上当然 你也可以直接在 这个地方 就是 Library下 这边有个语法 Sequel 有没有 但如果你把这个 Select的所有 from book会怎么样 查询 它会帮你把 所有的资料 列出来 那当然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个语法 其实最后就是这样 等于就是说 你今天 把这个comment 把这个语法 串接在一起 但是里面呢 会有一个语法 叫什么 会有 这个东西 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哪个栏位 那因为我选的是 假设book name 对不对 就是book name 那一个 的 这个 栏位名称 like 那关键字查询 特别重要 关键字查询 在那个 MySQL里面 如果是前后的 万用资源 记得用百分比 不管前面是什么 也不管后面是什么 反正就是有 那个关键字的时候 那你就帮我查出来 应该看得懂 这个东西吧 OK 那后面的话 只是order buy 就是按照什么 那个publish 出版社 帮我排序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还有底下 就是我set name 等于UTF8 因为我 预设好像 我看那个题目里面 是用big file 不过big file查回来 因为我是已经 把它全部都改UTF8 所以 请你注意 以后的话 就set name 把编码方式 全部都改为UTF8 这样就保险了 最后的话呢 再把那个query 这边有个叫 那MySQL 真正是query的话 必须给它两个东西 一个是什么 一个就是你的连线 就这个东西 把这个东西 丢到query的后面 把你的语法 丢到前面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会传递给 那个database 然后帮你去怎么样 查完 并且把结果怎么样 丢回来 那丢回来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 它会有几个比数 几列的比数 那你去算什么 总共有几比 对不对 就是查完的结果 会丢到一个reload的变数 那我要知道说呢 总共有几比 然后再来的话呢 利用什么 这边有一个sale 这个是有这个做什么 其实以前分页 在以前我最早写ASP 非常麻烦 可是PHP 居然可以用一行 就把分页给搞定了 它里面的话呢 就是把总个比数 再除以五 然后把它绣出来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会发现 输出结果 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 把前面的五笔记录 先显示出来 然后再来就是下一笔 它就可以下一页下 所以做出来结果 秀给各位看一下 大概就是 长得类似像这样子 有没有 一页无比 那如果说呢 你将来 要其他的几笔的话 共几页 对不对 这个共几页 你可以用count去算 count比如说 总共的话呢 能够 就是能不能整除 比如一屋 能不能整除 如果不能整除的话 那你就是 这个数字 等于是再加一 然后呢 选择第几页 就给这个连结 然后重新查询 OK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的那个程式的部分 主要我也把它放在云端上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总共是在 这个是第一页 第二页在这里 还有分页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